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 喜欢的朋友可以转发收藏一把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北纬四十度》这本书 这是一部我想很多人都没有看的小说 我来为你做个简要的剖析 大约八千多个词将在半个小时之内完成 四十度是一种地理学上的观念 但是这一部与之重合的书籍却让我们意识到 这同样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与文化观念 也是关于中国人成长过程的回忆 陈富明是中国社科院的现代文学家 和知名的现代文艺评论家 在此基础上 笔者不但查阅史书、专注、历代地图 更深入到中国各地的四十度地理地带 在广袤的历史典籍里 他精心挑选了十几个重要的人物 通过他们的试迹 展现中华数千年来的文化发展历程 中华的文化发展和所谓的四十度之间有何联系? 以往我们看中国的古史 习惯于从中原的视角来看国家的变化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 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远古发展过程 实际上有两种动力 一种是游牧文化 一种是农业文化 在中国的地图上 这两股势力被划分为四十度地带 四十度是指从三十九到四十一度的区域 从地理意义上来说 北纬四十度就是长城 以长城为标记的北纬四十地域的南北 分布着各种民族 在其南部 居住的居民们开凿农田 男女劳作 生活在这里 过着一种新的生活 在北方 牧民们骑着马 拉弓射箭 生活着一种坚强而又自由的生活 与我们所认为的不同之处在于 牧区与农业之间 并不总是处于一种长期的剧烈冲突之中 也没有一种偶然的战争与平静 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 从四十度到两千多年的历史 可以看出 二者的相互作用 可以分为矛盾和防守两个时期 前者主要是防守 后者则寻求突破 第二个时期是统治与融合 即以农业为主体的中华文化 在游牧文化的基础上逐步成型 接下来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 在四十度地带的两场精彩演出 每一场都有四个不同的角色出现 第一段 维目拉起 以矛盾与防卫为主题 首先登场的是赵武林王 赵武林王乃赵国六世君主 在春秋战国时代 说起赵国 人们对连坡和令相如 将相合的传说更为熟悉 而赵阔则是指上谈兵 而赵武林王 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名气 只擅长胡扶其设 不仅我们现在有这种感觉 而且很久以前 就有这种感觉了 但是一九零三年 两起抄在皇帝以后 第一伟人赵武林王传 一书中做了一次重大的改变 皇帝乃远古之皇 华夏之祖 为何梁启超 如此推崇赵武林王 秦皇 汉武 唐宗 宋祖 这些成就 都无法与他相比 也许 梁启超在此所表示的 是赵武林王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被人轻视的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见识一下 赵武林王的手段吧 如果我们翻遍历史 就会发现 赵武林王立下了两项重大的功劳 第一个是胡福骑射 另一个是长城 如果我们将这两个事件 置于四十度地球的大环境中去看 也许可以了解梁启超的思想 首先是 胡福骑射的革新 简而言之 就是把长衫脱下 穿上北边的草原人的军服 再学会他们的骑术和功术 而这种变革的原因在于 古时代的铁骑 要比步兵 战车快得多 而要对付北边的草原人 就必须要学会他们的战斗方法 在一个充满了竞争的时代 要赢得胜利 必须要有坚决的变革 这是一个很好理解的原则 但赵武林王在那个时候 遇到了极大的阻碍 实际 赵世家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楼缓日为良 文官不愿 大臣们怎么会不同意 这是因为自周朝开始 在四十度的南方地区 农业国家就有了一定的优势 农耕区里 农民一步一个脚印的种田 不必为下一餐的食物发愁 有些农民从农场里解脱 转而致力于文化和发明创造 因此很轻松地发展起来 而那些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 却是一来伸手犯来张口 如毛银血 经常以暴力抢夺 棘受农人的蔑视 而且 牧民的实力也很强 农民们就算打不过 也会看不起他们的蛮不讲理 但在这种情况下 赵武林王能够清晰地认识到 游牧文化的优势 并且积极地去研究 笔者觉得 这也许是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的潜力 赵武林王大概是历史上 自觉与文化沟通的人 讲到胡福奇社 我们又来看看 赵武林王所做的另一项 具有重大意义的工程 修建长城 战国时期 与中国北部进行文化交往的 并非秦国 而是赵国 赵国经过胡福奇社的变革 武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本来 赵国既要提防北方的牧民 又要提防秦国 又要提防魏 在变法以后 赵国更是以一己之力 击溃了许多北边的牧民 直至今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 包头一带 并且修建了长城 你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找到长城 它位于四十度的地理位置 赵国势大 为何不往北方进军 反而要停止修建长城 赵武林王深知 虽然赵国实行胡福奇社 但在总体实力上 赵国仍比农业国家更有优势 纵然能在四十的农业地区 打败敌军 也未必能在北方辽阔的大平原上 占据上风 在他短暂的执政期间 建立一条自然的防御攻势 是最有效的 赵武林王将镇守长城 位于农业国家最北方的四十度地理地带 秦国一统天下 其北方边界仍是赵国北方的边界 赵长城就是有名的秦长城 至此 我们也许会明白梁启超的话 赵武林王 自皇帝之后最伟大的人物 赵武林王贡献有两点 一是 他首先肯定了草原人的骑马文化的优越性 并主动向他们求教 可谓是中西融合的典型 第二 他发现了一个农业国家的发展规律 一是胡服骑射 二是培养一批可以像游牧民那样战斗的军队 修建长城 以防御北方的进攻 阻止南方农民因为小胜利 而产生的自满情绪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军队占据着很大的优势 应该知难而退 但是 一百多年以后 人们尝试跨越了四十度的界限 这就是刘邦 第二个出场的人 公元前二百年底 一队军队从长安出发 向北方进发 目的是打败韩王和入侵的匈奴 刘邦在东汉建立之后 曾先后册封过一群异姓的王公 这群人当中有一人是韩国的韩王姓 韩国的疆域本来在河南的中兴地带 但是刘邦认为 这里是中原之星 既靠近长安 又是关中的门户 地理位置十分的关键 于是他用韩王姓能打仗的理由 将他送到了北边四十多多的地方 让他成为了最前线的敌人 刘邦本来是打算一箭双雕 以遏制旧时的士族力量和抵御匈奴 但让他没有料到的是 韩王姓竟然投靠了匈奴 和他的部下联手进攻大汉 刘邦惊怒交加 率军北上 一面严惩汉奸 一面抵抗跨越北纬四十度地带的匈奴 用我们经常在戏剧里听过的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御驾轻征 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一次战役 刘邦能不能赢 实际中 司马迁描写匈奴人经常溃败 即 在刘邦的军队面前 他节节败退 并向北方撤退 要知道 草原上的人可是最善于战斗的 他们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输掉 只要你稍微小心一点 就知道 这里面肯定有猫腻 但是 刘邦并没有察觉 他在北方 战功赫赫 刘邦距离匈奴领地的距离 也在逐渐拉长 不久之后 局势急剧恶化 历史上著名的一次白灯之围 刘邦率领的军队 在白山一带 被匈奴所包围 白山地处大同市境内 地处山西最北方 地处 四十度地带 这也是赵武灵王 在一百多年之前 所探查到的 能够让农业文明 平安到达的地方 据史料说 刘邦之所以能从刘邦手中 逃出来 是听从了他的幕僚 陈平的劝告 用巨额的金钱 买通了铲鱼的女主人 而刘邦又从他那里 得到了一笔赏赐 这才放过了刘邦 这倒也是 但仔细一琢磨 又觉得有很多地方不对劲 为何被包围的汉人 可以与匈奴女帝取得联络 而且 以他们的务实作风 何不两边都要 一边收买 一边消灭汉人 笔者指出 实际情形可能是 凡快 周伯等人 率领大军向匈奴施加军事上的压迫 比如刘邦为了让一名皇室女儿和冒毒缠鱼联姻 和冒毒缠鱼成为了亲家 在这本日记里 他说 有些事情是如此的羞耻 以至于在正式的文献中都无法记录下来 刘邦打破了与匈奴人作战的幻想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不过 刘邦这一次冒险 还是有了一些好处的 首先 汉 凶 两国都已经摸清了彼此的底线 汉朝看到了匈奴的强大 而匈奴也明白了汉朝物资丰富 源源不断的支援 所以 两国在北纬四十度处 形成了一片相对平静的时期 第二 刘邦已经将精力放在了国内的发展上 推行了黄老爷子的法门 以恢复元气 积累实力 与此同时 刘邦也着手剿灭了外族的国王 绝不能让他们和汉人有任何的瓜葛 这种状况 在汉武帝时代 才逐步被瓦解 下面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魏清 霍居宾这两名名将 他们卓绝的武力 对于突破北京四十度地带的威胁 有何作用 在与北魏的战争中 两个年轻的勇士为汉王朝争光 这是他们首次战胜草原上的草原游牧民 关于他们的事迹 就不多说了 我们从四十度角的地平线上眺望汉 观察两个将领的作战 以及取得的战果 郭建龙先生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计算 魏清在一百二十四 一百二十三两场战争中 都取得了两场战争的胜利 朝廷为了平息这些幸存的将士 再次赏金二十几万两 这么多的资金 足以抵得上汉朝朝廷 供养官员的数十倍 这还仅仅是抚恤军中的军饷 更何况在这场战争之中 中央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 是魏清时代的几倍 再打下去就是中央的经济崩溃 汉朝的皇帝做出了一项以前从未有的举动 那就是轮台照 九五帝对全国上下进行了自刑 对自己的军队过分的使用 进行了反省 要知道 在汉朝之前 处于四十度地带南部的农业部落 由于受到牧民的压迫 起初主要是防守 一面修建长城 一面保存实力 到了汉武帝时代 他终于打破了四十度的地区性地带 但最终的结局如何 这一战 固然是出了一口恶气 但也是损失惨重 你瞧 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第二段 其次 我们从北京四十度往北看 牧区与农业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 本节则是管理与融合 下面就是四个角色了 第一个就是蝉鱼 他叫韩邪王 你也许对昭君出赛并不熟悉 但是你应该知道 以往说起昭君出赛 即昭君之婚 总是感觉中原朝廷 在北边的游牧统治下 再次俯首 昭君出赛 与其他联姻不同 第一 赵韩邪参与以外邦臣子的礼仪面见汉 其次 他屈尊做驸马 与汉原帝联姻 为何向来恐武强悍的汉人 会屈尊去见那些农夫的君主 在此事件的后面 是一个古老的牧民 所不能逃脱的循环 游牧部落的人 虽然实力强大 很少在与农业国家的战争中落败 但是他们的统治能力却很弱 很难保持下去 以韩邪参与为代表的匈奴而言 匈奴 这个词语 使秦汉两代的农业国家 都为之胆寒 但是 如果我们聚焦于它 你会看到 这支军队实际上 是一个有很多独立的部族组成的 而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一个团队 如果有了共同的理想 所有人都会齐心协力 如果没有了铲鱼 他们的计划就会土崩瓦解 所有的部落都会变得一盘散沙 互相争斗 这些都是在呼寒邪那个年代出现的 在争权夺利的时候 寒邪单于战败 所以他带着一群人投降了 汉王朝的帝王看出了这个契机 于是资助呼吁返回北边 协助他恢复对整个匈奴国的控制 昭君出城的事情 便是在此之前 你瞧 昭君出关 实际上是在增强汉人的势力 因此 农业国家也找到了一种 以政治上的稳固和财政上的力量 来击败牧民的办法 就呼寒邪单于而言 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利用外部力量 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成功政治家 但是 若将他放到四十度地带的话 那么 呼寒邪的功劳就只有两个 首先 他以联姻之法 以外部势力为北地 赐昭君宁湖厄氏 而厄氏即为女帝 而宁湖则代表着太平 其次 他又做出了一件更加了不起的事情 那就是 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游牧民发展模式 不再依靠野蛮的野蛮 而是依靠农业种族的强大 以邪作为基础 获得更多的胜利 这是不是说 以后的牧民 要屈尊降贵 要依靠农民了 让我们来看看另一个角色 西晋 在西汉三百年后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 有一个名叫刘渊的人 这是一个汉族的姓氏 但实际上 他是一个匈奴 刘邦曾经娶了一名冒毒缠鱼 刘渊就是缠鱼的后人 他的姓氏是刘 因为他身上早已被淡化的汉族王室的血液 汉原帝在匈奴人内战之时 扶持了韩邪丹鱼 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到了公元五代 农业文化出现动荡 是时候该是游牧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到底要如何才能做到 难道要和我们的先民们一样 在混乱中洗劫吗 或者和汉原帝一般 扶持一方势力 进行分裂 刘渊没有选择 而是选择了自己的统治方式 并在此基础上 在北纬四十度的地理范围内 形成了自己的统治 刘渊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创建汉国 以区分汉代 历史上称为汉兆或者前兆 不但名字是模仿汉代的 就是帝国的制度 也是按照中原的传统 设立了丞相 御史 太尉等汉人 在民族的论述系统中 他彻底放弃了对匈奴人主体的论述 而是将其始祖归入刘邦 并且高举了颠覆经代 重建汉王朝的旗帜 刘渊这个办法 听上去倒是挺好的 好像可以拉拢那些南方的汉族 但转念一想 却又觉得很丢脸 刘渊 你是个匈奴 你还好意思说 要复兴汉人 那就得靠我们自己了 尤其是在匈奴 你作为一个汉人 却舍弃自己的族人 去巴结救敌 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政治上存在着极大的分化因子 在三十年内就瓦解了 你也看到了 刘渊的计划还不够完善 然而 刘渊的重要历史价值 在于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发展道路 光依靠游牧文化 是不可能保持政权的 必须将优良的农业文化因素 纳入其治理之中 接着 四十度的地理学区域将会进行六百年左右的实验 在此期间 他必须提起一个名字 那就是孝文帝拓跋宏 孝文帝拓跋宏 在公元五世纪末期 将首都由平成迁移至洛阳 平成及今日山西大同 地处四十度的地理位置 此外 孝文帝还推行了汉化的一大批政策 例如推行汉语 穿汉服 改汉性 在这一点上 我们将会肯定孝文帝在变法上的勇气 并在他的功绩上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甚至有人说 孝文帝是一个伟大的皇帝 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一事件放到四十度的大环境中去 就会看到问题远不止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首先 孝文帝在史学上的身份可能有些过高 从刘渊所创的政体来看 当时的游牧民文化 在农业文化上是大势所趋 拓跋归在建国之初 就将首都设在了平成 这是一座位于北半球四十度的城市 今日 山西大同无疑是一座北部的都城 但是要记住 这只由鲜卑人 起源于今日大兴安岭的大鲜卑山脉 大同与大兴安岭之间的路程 与大同治武汉的路程相同 因此 在之后的孝文皇帝推行汉化 也仅仅是在继承先贤的道路上加速推进 并非是一次创新 其次 别忘记 孝文皇帝的急速变法 也是把整个北魏都压在了头上 平成 是当时的北魏首都 也是当时的农业与游牧文化碰撞的前线 北魏为应付北方的牧民 设立多处冰城 军阵中的武将负责守护 也掌控着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只是孝文帝迁都之后 中央向南转移 皇上是安稳了 但是军阵却被忽略了 短短三十年时间 北魏便被灭族 起因却是因为北边军阵的暴动 北魏之所以战败 有许多的因素 但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过于仓促的变革 北魏四十度以北地区的牧民 由于从农业国家那里 学得太快 要物太多 以至于体力透支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北魏四十度的地理区域中 文化的融合是必然的 两个人的融合 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优点 一个是战争 一个是财政 一个是果断 一个是有组织能力的人 而且 一种能够稳定地容纳 两个不同的文化的政治格局 正在形成 五代十国时代 在孝文皇帝四百年之后 中国北部出现了一种 坚收并序的政治格局 在我们互相借鉴的时候 我们要说的是一个重要的人 耶律德光 耶律德光身为契丹之主 契丹人所创的国家 被称为大契丹国 但是耶律德光 却以农业文化为参照 改为大辽 成为了辽朝开国之君 这似乎很普通的一次 不过是为了拉拢汉族而已 数百年来一直有人这么干 事实并非如此 耶律德光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 是因为他成功了 上面所述的游牧文化所缔造的政体 如刘渊所创的刘汉 鲜杯拓跋宏所执掌的北魏 契丹辽 其疆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横穿了北魏四十度的地理区域 这就意味着要统治两派对立的势力 北边是牧民 南部是农业 统治者如走钢丝 稍微偏向一点 就会让国家垮台 契丹耶律德光见此 心思一转 既不能偏向哪一家 不如就在计算机上装 两台计算机 两种不同的方法 例如 他设立了多座首都 辽宁的辽阳就在契丹人的心脏地带 是一座首都 幽州 即北京 属于汉族 耶律德光又将其提升为首都 与此同时 朝廷还设立了一个南 以管理契丹与汉族 契丹政府 还有两个官方的名字 一个是大契丹国 一个是契丹人 一个是大辽 一个是中原的名字 逼着以为 耶律德光是中国古代第一位 提出一人一家 实行两种体制的君主 这个方法管用吗 事实证明 这是非常有效的 耶律德光推行此项政策后 辽王朝得以延续二百余载 打破了以往的游牧国家 仅有百余年寿命的诅咒 其后 清代对广大中国的统治 亦是以此为基点 加以完善与发展 在 枢纽 一文中 外交系的史诚教授指出 清代帝王在中国境内的各个地区 所起的作用 是不相同的 例如 他是中原的农业地区的帝王 在北部的牧民中 他是大汉 在西藏地区 他是文殊菩萨的化身 你知道 原本是战争的前沿地带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文明的聚集地 冲突和防守的概念 被统治和融合代替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在这四十度的范围内 笔者对这本小说 进行了更多的扩展和解释 比如 李广这个非将军 就是因为 没有足够的实力 带领一支庞大的军队 还有就是 造成了大唐叛乱的 安禄山从来没有投靠过大唐 他之所以没有反抗 是因为他更欣赏唐玄宗 同样的主题 你可以去读一读原文 我们以考试为结尾 来概括我们的课程 在北京四十度的地理区域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考官 他们是北边的游牧考区 和南部农业考区的考生 题目为 如何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南方的应试人员起初认为 要使农业文化长久发展 首先要保证安全 因此要修建长城 学游牧民的作战技术 加强防守 本来已经做好了 充分的心理准备 本以为可以先发制人 狠狠地打击对方一顿 却不料 一百年积淀下来的财富 就这样消失了 而北方的学生们则认为 这是一场劫掠 因为南方的学生家里 有足够的财力 而北边的学生 则是用暴力来打劫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 如果真的让南方的学生 陷入绝境 那就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对峙与防守 似乎不是一个好的回答 接着 南方和北部的学生 又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即管理与整合 北方的应试者善于征伐 却不善治国 南方的学生 可以给学生们带来安定 但是他们承受不了压力 为了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明 南北两国的学生们联合起来 各显神通 北地的学生们在军队上支援 而南方的学生们 则在财政上和文化上 给予支援 就像这本小说里的一段文字 他们都是中国人 再读了北纬40度 之后 你可以自己去逛逛 在此 我们给您推荐一条 由辽宁丹东出发 途经河北青黄岛 北京 然后到达黄土高原 山西大同 内蒙古呼和浩特 甘肃 喀什 40度的北纬40度横贯区域 不但形成了这几座城市 也让长城成为了历史的见证